Dio到底吃了多少片小面包 上期视频我就很好奇了 我算出了Dio前20年还做人的时候 吃了111531片小面包 按理114514最近的一次 观众朋友们肯定不满意了 你只算到20岁啊 Dio不做人之后你是一点都不提啊 1888年对Dio来说是人生的骨折点 这一年小面包摇剩一变 变成了另一种小面包 人 准确说是人的血液 Dio吸血无外乎两种方式 要么是直接输血 要么是消化吸收 绒绒的牙可以变成水母吸奶茶 我Dio的牙直接连通到血管输血也很合理吧 实际上Dio只剩脑袋后 也是伸着几根颈动脉和颈静脉 去连接啾啾的身体 这貌似意味着血液融合 血液融合最大的问题是血型配对 Dio也是A型血 可以接受A型血和O型血 其他血型吸进去 还没用上就溶血了 还好Dio和乔拉森都是A型血 天然就能配对成功 现在你知道为啥船上有这么多人 Dio为啥不先找个身体先用着 直接拿头去打了啊 原因是Dio和乔乔乔从小一起长大 肯定知道对方的血型啊 要是随便找一个问血型 骗了Dio可咋办 荒木老师也太严谨了 这么解释也有一个问题 如果吸血还要先问血型的话 那Dio被百姓打到店里面 看到店员小姐姐 还得先上来问一句 赶快告诉本大爷你的血型 有病啊 陈太郎在旁边都得看乐了 一圈补过去 这样的话都不用亚鲁基出场了 所以Dio吸血是走着消化系统这条路吗 血液里面有蛋白质 葡萄糖 脂肪的物质 Dio如果把吸的血全部消化吸收了 一个小面包能提供7120千掉热量 Dio也平均每天需要1.58个小面包 我挑 Dio饭量这么小吗 但这时候问题又来了 传统的吸血鬼都是用嘴来吸 Dio也每次都是用手啊 直接用手冒是又不是走的消化系统 而且消化吸收通常需要时间 Dio每次刚吸完血就嗨都不行了 我判断这种机制既不是输血 也不是消化 那么Dio到底从血液里面获得了什么呢 也许我应该把研究方向放在吸血鬼本身上 Dio动画背景是维多利亚时期的代音 Dio也具有典型的欧美吸血鬼的特征 欧美吸血鬼最具影响力的就是德古拉 德古拉伯爵是现代吸血鬼形象的奠基人 几乎是后世吸血鬼形象的原型 我直接去买了一本回来啊 痛读了一遍 发现Dio里面貌似有一些自尽经典的地方 德古拉的主角之一叫乔拉森哈克 是英国绅士 和Dio是树敌 Dio里面大条名字也叫乔拉森 也是英国盛世 也和Dio是树敌 德古拉怕太阳 在阳光下能力全失 极其脆弱 Dio在太阳下直接就没了 后世流传下来的吸血鬼都是这样 德古拉行动像豹子一样敏捷 SPW也把Dio类比成豹子啊 我直接把德古拉伯爵的吸血量作为参考戏 在往伦敦运送土壤的货船上 船长详细记录了每个人失踪的准确时间 每个失踪的人都是被德古拉吸干了 从7月16号早上开始 19天吸了9个人 平均每天0.47个 小说里明确说德古拉力量等于20人 Dio的力量也很明确 拳头的破坏力2000克每平方厘米 至4000克每平方厘米 一般人一拳的破坏力7.5千克每平方厘米 所以Dio的力量差不多400个普通人 相当于20个德古拉 按照德古拉的饭量来计算 Dio每天就需要吃9.4个小面包 每顿饭吃3.13个 这集Dio床上就躺了3个 原来这就是一顿饭的面包啊 好家伙 居然和动画画面还对得上 所以现在终于可以计算了 Dio前20年吃了111531片小面包 直到1889年2月7号 这期间Dio又吃了441.8个小面包 这一天大乔死亡 Dio被封在大海深处的箱子里 他终于能饿着了 这一饿饿到了1983年 1989年1月17号被成太郎弄死 过了2037天 这期间Dio吃了19147.8个小面包 把这三部分都架起来 最后的结果就出来了啊 Dio的这一身 一共吃了13120.6个小面包 往前进一就是131,121个小面包 你们猜对了吗 今天我们详细计算了Dio吃了多少个小面包 我也很想知道这个结果对不对啊 荒木老师心里有具体的答案吗 要不顶上去 让荒木看看